就在这两天我发现一个非常离谱的游戏 一个盗版的王者荣耀 为什么说它离谱呢 您别急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名字 哎 没错 叫啥 叫王者别嚣张 简直就是母流不生仔 把你牛逼坏了 这不是直接跳起来跟王者人要拍板吗 接着当我点进游戏 看到了这个排行榜 我愣住了 荣耀王者300多个星 胜率97% 不过看到前三名连头像都没有的时候 咱就是说他会不会都是电脑呢 接着我点开了商城 我又愣住了 这建模师最少大专毕 你们看不得不怀疑这个枪是不是纸盒子包的 再看这个紫颜色的点尾 应该刚从理发店吹完头发出来 再看这个火焰男爵 这是一个劣质盗版的地狱男爵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这些人物比例都有很大的问题 身材都是五五开 再看看你们大哥王者荣耀 全都是黄金比例3比7 人物就不吐槽了 我们进入游戏 看这个野怪 是不是像个剑达骑驱弹 再看这个走路横着走着 真的印证了那句成语 目中无人 接着我又发现一个有意思的 野怪还没攻击你就开始掉血了 我们看慢动作 接着我想换个英雄 好家伙 还得看视频 一入游戏我才发现 这是个两段位移的赵云 大招呢也没位移了 是个崩山烈地盏 我寻思再换个英雄吧 诶 又得开广告 好家伙 完了我才知道 这是盗版英雄里面的蛮三刀啊 你不光抄王者荣耀 连他大哥英雄联盟都抄 这时候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 下面还有个闪现技能 说实话 我又愣住了 大家注意看 这个闪现的距离 好家伙 直接一个声位 真玩不下去了 这游戏主编是想把我气死当孤儿吗 拜拜了 记得双击 么么哒